自己穿著套裝的婦人 竟然指使女兒 朝男童身上丟鞋 怎麼回事 婦人還要女兒 盡情發洩情緒 丟大力點 儘管男童90度鞠躬 結果還是一樣 你先去發洩網站好了 就丟 你先在炸它 男童的媽媽也在一旁 卻無力阻止 安親班老師好幾名大人 更是眼睜睜看著 男童被女童狂丟鞋子 直到男童父親出現了 應該是先把事情講第一次 我知道好像都會說 不用這樣子講話 我是說真的 事情發生在去年10月 男童在安親班甩書包 不慎升級8歲女童 女童母親趕到安親班後 竟然指使女兒拿鞋槽 男童丟 13分鐘內丟鞋超過90次 會造成社會的一個問題 沒有很妥當 安親班電話沒人接 截稿前無法取得回應 教育局也在進一步 釐清當時情況 如果確認安親班老師 知情卻沒阻止 最嚴重 鼓起班會遭撤銷立案 而女童母親也被檢方 依傷害罪和公然侮辱罪起訴 只是什麼樣的過錯 得傷及孩子的身體以及自尊 發生地點又在安親班 老師卻是如此處置 孩子心裡的傷恐怕留存 記者網家請來比箱 高雄報道